直升机排出一百次样 慢速飞过北京天安门地区 这是中共正在预演 7月1号的百年党庆 同时北京展开最严厉的维稳工作 所有进京的交通都有严密盘查 拍摄影片大姐疑似来自黑龙江 对地方政府不满 特地到北京城勤 但被警察拦下 不只他 网络上出现各种影片 指控北京官方为了党庆 正在清除外地来访的民众 迎接百年党庆的时刻 湖北实验13号发生气暴 至少12人死亡 上百人受伤 满地窗移还在搜救中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除了要求调查 救责还强调这件事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风碑 内有重大事故 外有国际批判 习近平因建党百年 说什么都不能坏了京城里的和谐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